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台灣名人堂 我是侯乃榮 台灣名人堂要告訴大家 有故事的人 有意義的是 前外交部長 前傅先生 素有外交才子之稱 大家知道有人說他的政治路 猶如是中華民國的現代史 在過去他把大半輩子奉獻在外交領域上 而他也從事過經建會的主委 以及監察院長 到底他有著什麼樣的本事 令華府政壇折服 而他又是什麼樣的堅持 可以一路陸立從功40年 我們今天歡迎部長 來到節目當中跟我們聊聊他的故事 謝謝主持人 各位觀眾 大家晚安 部長好 部長其實我們剛才提到 其實你在台灣的外交領域有的非常卓著的貢獻 我覺得更厲害的是你的堅持的精神 為什麼說堅持精神 部長這個第三部回憶錄 這麼厚一本 15年的時間33萬字 你自己寫成的呀 我這個寫東西是習慣 雖然現在電腦發達 我還是不用電的 你還是鼻血 你還是鼻血 這個為什麼原因呢 因為書法反映一個人的心 我在外交部部內部外1400個同事 每一位同事的字我都認識 哇你真的太厲害了 但是臉不一定認識 字跟名字馬上就連在一起 只要看字我就知道這是誰寫的 這也是個本事 但是看它的名字臉什麼樣子記不起來 所以字實在是很重要的 現在電腦發明 大家都習慣用電腦 慢慢的文字就差了 因為會說電腦幫你同一個字 弄出很多音來 你一點點錯了 所以這無形當中 其實文字還是不可以取代 文字非常 手寫文字不可取代 部長我們聊一聊這本回憶錄 我剛才說33萬字你自己寫成 你剛才提到自己有寫日記的習慣 這是您從什麼時候開始養成的 我從日記大概是留學回來 民國50年開始 為什麼會寫日記呢 在美國讀書的時候沒有時間 那個時候全部的精力 都放在圖書館 回家就是睡覺 可是在美國的時候我週末偶然 暑假經常到胡適先生的家 吳老先生知道我在讀國際關係 也就是外交 他就鼓勵我 你將來一定會有 他很抬舉我一定會有成就 看好您 所以你每一天的事情要詳詳細細的記錄下來 個別的對話日記上寫不完 要另外單獨的記錄下來 所以我遵照胡適先生給我的訓施 那麼我剛剛跟您講 我在做駐美代表的時候 美國發回台北的重要的電報 絕大多數都是我自己親筆寫的 親筆寫的我就可以留一個副本 因為那是我的智慧財產 沒錯 你有沒有算過你現在累積的日記 到底有多少本啊 我現在累積的大概有不止 應該是五十多本 因為從五十一年開始 事實上比那個多 為什麼原因呢 我也探個苦經 現在書店裡慢慢的沒有人去買書了 都關了 同樣的日記沒有人寫了 所以買不到日記本 我只有買這個本 就是一本一本 大大一筆記本 然後所以這個筆記本就不能一年一年了 可能一年要三本或者兩本 所以您持續到現在每一天持續寫日記 您懷著什麼樣的心情寫下這個回憶錄 花了十五年的時間 我寫這個回憶錄啊 說起來不好意思 就是當年我在美國讀書 老師訓練我寫這個報告 以及寫碩士論文 博士論文 那要注意哪些東西 就是每一句話都要有根據 不能自己把自己的想法述說出來 要有根據 那麼所以我事實上如果照那個寫法 這本書不是這麼厚 現在六百多頁應該一千多頁 因為每一句話差不多都可以有 忠實紀錄 附著 嗯哼 了解 所以這本書其實花了很久的時間 但我想您也想要傳達一些東西 給您的讀者對不對 對 基本上就是我自己經歷的 我不用英文叫hearsay 聽到的不算 就是我自己經歷 比如說我跟您談話 您對我說的很重要 我就記錄下來 那也許就會引用在書裡面 如果普通的交談 我不會 不會 了解 部長您大半輩子 其實奉獻在外交領域 其實對於台灣來講 也是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存在 我這邊想問問 你從小的時候就想當外交官嗎 是 這個理由很簡單 因為我五歲的時候 就是民國二十九年 我的先祖 我的祖父 錢洪葉先生 擔任上海特區地方法院的代理院長 那日本人那個時候 快要扶植汪精衛的偽政權 就派人來跟我祖父說 你要把法院交出來 我祖父拒絕 日本人就派了四個浪人 在我祖父從法院回家的路上四槍 回到家裡白袍子上都是血 到家就沒有了 我只有五歲 看了很心痛 你當時親眼看到這一次 我就覺得 我們祖父怎麼會受到這樣的 那就是中國積弱不強 被各國侵略 而且又不懂國際法 也不會了解國際政治的問題 所以才會把自己國家的土地 割讓給別的國家做租建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下定決心 我一定要在這個方面進修 所以我考大學自填一個系 台大政治系 那麼在台大政治系選課 主要就是國際政治 國際關係 國際經濟 國際法 都是這一類的 到美國讀書也是一樣 耶魯大學的國際關係研究所 部長這個其實 我們知道當外交官不容易 他不是只有這個 外交台面上的折衷而已 其實私底下的交情更重要 您有什麼樣的本事 或是自己的方法 去跟外國人交朋友 真正的交心 我這個很重視交朋友 我從小學 中學 大學 到留學 同學相處非常的好 這個跟人能相處 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要相處得好 你必須掏心 沒錯 不能夠虛偽 等到人家相信 你是一個誠信的人 人家願意跟你做朋友 所以我這一生 無論很多人都提我就提美國 事實上不只美國 亞洲 非洲 歐洲 中東 每一個地方我都有很親的朋友 就是說我一個電話 一個電郵 他們立刻會替我做一些事情 你在哪些方面是格外的用心 讓他們真的跟你可以完全的上心 對 這個東西說起來 交友 我們常常說 交友有三種朋友 有直 有量 有多文 有直就是交朋友 要直來直往 不要虛偽 不要轉彎 對 有量 我有錯 你原諒 這是可以交朋友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有多文 這個多文是三個裡頭最難的 那就是說你對於 尤其一個外交官 你對於世界上每一個角落 所發生的事情 對 都要清楚 我記得我五十一年 民國五十一年 進外交部 很幸運 那個時候國內情治機關 每天出大陸廣播機要 厚厚的一本 我每天都可以看 所以我對於大陸的狀況 很認真地去深入了解 每一個月我們三個機構 國安局 調查局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都匯出叫匪情 匪情月刊 匪情月報 匪情研究 每一份都是這麼厚 一個月我會直直兮兮地 把這三本看做筆記 所以當六零年代 民國六十年 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全世界對中國大陸 還懵懵懂懂迷惑不清的時候 我對於大陸的情形 可以說 比他們要了解的太多 我不但是對於中國大陸如此 對於亞洲的領邦 對於美國 對於歐洲 我都下功夫研究 這是交朋友最重要最重要的 你不花功夫 沒有辦法交朋友 對 我覺得部長很厲害 除了這些 你說知識方面的交流之外 其實你很容易打入人家的心 對 對不對 神里巡大使 他在你的書上有寫 他說你在一個藝人的晚宴上面 你也曾經單手可以用這個 條根跟大叉去扒開一隻鴨 讓他印象非常深刻 這個跟你講 就是我們家是很窮的家庭 我到美國去讀書 爸爸把一個月的薪稅 等值的美金就是二十塊美金 交給我 這是所有能幫助我的 那我很信願 我在台大讀書的時候 教我國際政治 一個好老師 David Rao professor 他就很喜歡我 他在台大教完我就告訴我 那個時候念大三 你一定要到耶魯來跟我讀書 我說我沒有錢 家裡沒有這個能力 不要擔心 一切我負責 所以我這個老師是我的恩師 真的他沒有騙我 他沒有騙我 我大學畢業他就來信 我說對不起 我要服兩年賓獄 兩年賓獄服完又來信 你為什麼不來申請 我說經濟的問題 他說我都替你安排好了 連飛機票都替你安排好了 來這裡學費免 吃喝住 有一些待遇 你可以好好的讀書 所以我第一年沒有工作 全部是可以認真的讀書 第一年成績很好 第二年繼續講學經 但是第一年的暑假 有三個月沒有事 就有人帶我上山下海去打工 山是紐約州的北邊 有個Mount Kisco 有許多的猶太人住的度假旅館去打工 後來海邊是Long Island 長島的海邊去打工 打工呢 我沒有經驗就做Busboy Busboy什麼都學不會的 就是你吃完了 我把你的盤子碗條根 插著刀收回去 抬到後面 交給洗盤碗的人洗 第二年因為我有經驗了 所以中國餐館雇我 做Waiter做試者 做試者就要學這一套 用條根跟大叉去扒鴨子 對什麼都可以 什麼都可以 這個你服務得好 我講我在紐約 替最難做的 這個紐約的餐館分很多的區域 新進的是最後邊 最差的都是老太太們 聚餐的地方 沒有小費的 小費給的很少 可是我去服務 老太太小費給很多 這個其他的試者 女試者都很吃醋 為什麼這個最壞的地方 給他做能賺那麼多錢 所以你有你的獨到之處 部長其實在您的這個 外交生涯當中 我想中美斷交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轉折時間點 在1978年的時候 那時候美國政府12月說 我們要跟這個中華民國斷交了 在隔年的元旦 那時候您是時任時外交次長 帶著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 去接待這個美國的副國務卿 克里斯多夫 對 那我們台視呢 去找出來了當年 您在他面前講的一段話 我們先帶觀眾一起來回顧一下 特朗普總統 今天在台北 先生先生 您能夠明白我們政府的位置 和我們民眾的感受 好 部長這等於是在斷交的前夕 這副國務卿來台灣 當時在松山機場有大批的民眾 有的情緒非常激動 有的丟雞蛋 然後群情激憤 您發表這一段話 我們談一談好不好 這個影片應該讓你勾起 不少當時的會議 您記得些什麼 讓你印象最深刻的 這個事情 第一個 這個克里斯多夫 是美國卡特總統派來的特使 我們認為他的責任 就是跟我們研究斷交以後 兩國的關係如何安排 但是事實上 他們這個團沒有任何的訓令 明白的訓令 只有一個就是中美斷交以後 關係是非官方 非政府的關係 各設一個民間單位 有兩個民間單位 來辦雙方的問題 他只有這一個訓令 那這個訓令我們不能接受 對 因為民間團體怎麼能辦政府的事情 不可能的 所以這是第一個最大的感觸 第二個問題就是剛才講到的外面的示威等等 在十二月二十五號 當時的部長蔣燕士先生 在現在已經拆掉蓋高樓的聯青總部聚落部 召開了一個午餐會 約了許多的學者專家來談談判的事情 這裡頭就有若干的女士先生建議 我們要示威 我們要遊行 讓大家看我們的民眾 民氣有多強 我當時就阻止 我說報告部長 這是不可以的 外交就是談判 不是說你的胳膊比我粗 這個沒有用 不是比腕力 沒有用 我說尤其不可以發動群眾 對 群眾是很難控制的 對 亦發不亦收 所以那一天傍晚我去接克里斯多夫 就看到這個從敦化北路轉到明泉東路 一路都排了很多人 但是那個時候呢 這一些人多數都是年輕的學生 態度非常好 看到我還拼命地叫 前次長加油加油 我進去了以後 我就告訴美國的安克治大使 我說外面這麼多人呢 很危險 萬一出一點差錯不好 是不是你們走松山後面機場路 這個安克治還對我發怒 我們是堂堂正正總統的特使 怎麼可以走後門走 當時也沒有手機 當時也沒有手機 有手機也好 可以跟外面的警衛聯絡 狀況如何 沒有 所以出來 出來原先很溫和的人中間出現了很多面目猙獰的人 拿著竹竹 拿了雞蛋 拿了番茄 那麼看到我出來呢 丟丟雞蛋丟丟番茄 等這個科里斯多夫的車隊出來 不得了了 竹竹就戳進來了 那個安克治眼睛就這樣給插過 這個科里斯多夫想必也沒有受傷 但是受驚了 所以他們決定立刻回去 但是第二天清早 蔣經國總統召集了秦智的首長 開會我在場 他就大罵他們 怎麼可以 什麼都不管 現在你們有沒有辦法保障美國代表團的安全 秦智首長一直表示沒有問題 所以蔣經國總統就要立刻約見科里斯多夫 向他保證絕無危險 得到這個保證才留下來做談話 但是談話沒有用 因為他沒有被授權 所以我就是要強調的一點 大家覺得群眾運動是 群眾運動是最可怕的事 一發不一收 通過他接任總統 開口要接禮壞先生做行政院長 我當時就婉拒了 我說報告總統 我做行政院長 不但幫不了你 反而會給你找麻煩 我這個人一輩子做事情 相信四個字 從法募施 從法募施 還有人說呢 有人被你罵哭了 或者是被你罵完就升官了 我想問問說你這個用人之道啊 你有什麼樣的原則對不對 我做的機關首長很多 大概很少有人做那麼多的機關首長 有的機關的同事呢 就說我很溫和很寬厚 好像是國民大會啊 監察院啊 經驗會啊 為什麼原因很簡單 因為這些機關是何一致 這個主管首長 僅僅是其中第一名而已 他不是整個的負責 整個的負責監察院是所有的監察委員 國民大會是所有的代表 所以我做首長的不疑很嚴格 不疑很凶 而且人事最好不要動要安定 至於在外交部新聞局駐美代表處 那個叫獨任制 就是我一個人負這個機關的成敗 得失所有的責任 所以作為一個首長 肩膀上的壓力非常之重 那我用人 我從沒有私人 我沒有我自己的人 我到哪裡 就是兩個秘書一個駕駛一起去 其他都是就地取材 可是我進去之後 很快我就要熟識我所有的同仁 對 同仁中間有的非常優秀 非常努力 這個當然升官 對 我隨便講 有一位國際 我在新聞局 國際宣傳處的第一科的科員 叫黃兆松 那個同事後來做到 中時中國時報的總編輯社長 實在太優秀了 所以我把他從科員 一升就升科長 從來沒有過的 那就是他優秀 我要幫忙 我做首長 有這個責任 幫他快一點上去 有的同仁優秀 但是不努力 有各種各樣的嗜好 這種人我就盯住他了 盯住他找到一個錯處 把他請來 請來很不客氣的家 你剛剛說講到對方哭 是是是 我說你有一肚子的本事 你就是不肯幫國家做事 這個我不能容忍的 桌子一敲他眼淚就下了 這個時候我就講 你不要哭 你聽我的話 好好的努力 把整個的心 身 全部投入工作 將來一定有好 果不其然 他努力了就升官 第三種人沒有本事的 那就放在那裡 我絕不罵 絕不會 就放在那裡 部長在您四十多年的公職生涯當中 你書裡也寫到了 曾經一度前總統李登輝 希望您來接任隔魁 甚至是副總統 您當時拒絕了 原因是什麼 李先生沒有要我做副總統 他告訴我 他說他考慮我 但是認為如果提我做副總統 以我當時的年齡一定有人會想 他已經七十了 我剛剛五十過 那就是要接他 就會受到很多人的不必要的打擊 所以他愛護我 就不提我 他提一個年齡比他高的就是李元祖先生 所以李先生對我很好 至於行政院長這一部分 那是他1990年民國79年3月 國民大會通過他接任總統 以後4月初他就約我到東部去巡視 巡視的那天晚上 在他的臥室開口 要我接李元先生做行政院長 我當時就婉拒了 但是很堅定的婉拒 我說報告總統 我做行政院長 不但幫不了你忙 反而會給你找麻煩 怎麼講的 我說很簡單 我這個人一輩子做事情 相信四個字 從法務實 這個法律一定要尊重 一定要務實 那我說回國一年多 一年半多 看到國內的政治現況 我不失於做這個位置 因為我看到兩位院長 現在很多群眾包圍工廠 環保的問題 勞工的問題 事實上背後都有人在那裡鬆動 政府應該使用公權力來驅離 不做 公權力完全不用 最後就是向圍償的人屈服 付錢 反正拿國家的經費隨便就給 我說這是違法 我絕對不肯這麼做 如果我做行政院 遇到這個情形 立刻驅離 驅離以後 我會得罪很多 有分量的人 是 我不講是什麼人 你心裡有數 那我做行政院長 我每一個會期都要到那裡去報告 被他們質詢 你想他們能饒我嗎 所以要不了三個月一定轟我下台 那你會支持我 但是你能讓他們不批判我 不攻擊我 不叫我下台 你有這個能力吧 你辦不到 所以最後還是我下台 居然三個月六個月就下台 何必去做呢 那跟大衛措生而過 你曾經後悔過嗎 不後悔 絕對不後悔 這個事情讓我過了以後 三十年的好日子 部長其實您在這個 外交上扮演的很重要的角色 你也一路看到中美斷交 看到台灣在國際空間上 有很多的掙扎 您怎麼樣看目前台灣的處境 包括希望加入爭取聯合國 中間你也曾經試圖努力過 但到目前這樣看來 一路看來 您目前有什麼樣的想法沒有 對 台灣今天最大的問題 就是對岸有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麼兩方面 如果願意和解的話 什麼事情都好辦 我在1993還是94年 跟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 長談過兩次 一共三個多小時 他就長話短說 他最重要的一句話 你想進聯合國 最短的路是經由北京 也就是很簡單 你跟北京和解了 就可以進聯合國 所以我們也朝那個方向努力 但是很可惜 以後1995年 李登輝先生到康奈爾大學演講 讓本來應該那一年7月 舉行的第二次孤王會談 就沒了 所以聯合國的事也沒得可談了 今天的處境和當時一模一樣 中國歷史上有幾句話告訴我們 以小是大以智 以大至小以人 我們是小的 對岸是大的 我們要有智慧來跟大的交往 而大的對於小的要仁義 所以有一段時間 我們盡量的不要和對岸有正面的衝突 我是一直這麼想 兩岸之間一定要和平相處 合則互利 分則兩臂 對我們不好 對大陸也不好 你不要看別的 你就看看香港 香港跟大陸這麼衝突 北京頭疼得很 沒錯 其實對誰都沒有好處 對誰都沒有好處 我那人每一次用餐 都有詳細的記錄 張三來有這六道菜 下次來就換六道 重不重復 回去了 他就會寫個卡片 留給你做紀念 所以每一個到我們家裡來吃過飯的客人 都願意再回來 部長我們這邊再來聊一聊 其實從您的言談當中知道 其實想必家學淵源對您來說影響非常深 那父親前思量是前中研院院院長 也是台大的校長 您聊一聊這個父母親的教育對你而言 對 你覺得影響最深的地方是什麼 對 我是很感謝我的先父先母 我父親給我的教導 是深教 他從不教我任何東西 他就是這麼做 讓我看 我很幸運 我這個父親過世的時候 然後我48歲 那我除了四年 一年在美國做代表 三年在美國讀書 另外44年都跟爸爸在一起 所以爸爸做事是如何 我都偷偷地學到了 我父親做事最重要的 一絲不苟 什麼東西直直細細 詳詳詳詩詩的 研究完了才批公式 所以他晚上批公式 可以批到一兩點 就是一定看得清清楚楚 這個交給我 我在外交部做次長做了七年 部長做了四年 我每天如果開會見客 沒有機會看公文 我的公文從書桌上 可以堆到天花板 我那個秘書不敢都拿進來 拿這麼多 讓我站著屁 我一定要都看完了 送出去才離開 這是我爸爸給我的教導 我媽媽給我的教導 我媽媽是一個極嚴的 人家說慈母嚴父 我們家是慈父嚴母 媽媽從小就對我管教非常的嚴 大概他給我畫了這麼一個範圍 我在這個範圍之內都沒有問題 如果越雷池一步 或者挨打或者挨罵 或者是罰貴或者是罰戰 哇 現在的教育說是心理學家說的 小朋友不能管教 管教以後對他的心靈受創 沒有這回事 我媽媽對我的管教 對我十分好 我一輩子受益無窮 我感謝我媽媽 實在是說不完的 部長您剛才提到 夫人對您來講 我想必也是非常重要的 是 竭力超過50年了 你自己最欣賞他什麼地方 對 我那人的優點很多 講不完的 最難能可貴的 他對內上士公婆 下面教育子女 然後對我照顧得無為不至 對外 我在外交部工作 她的工作收入很少 她的工作收入是我的一倍 我們的生活主要來源靠她的工作 以後到美國去更靠她 為什麼原因呢 因為美國人不讓我們進他們的政府機關 所以我們要跟人見面 一定要約到家裡來用餐 我那人每一次用餐都有詳細的記錄 張三來有這六道菜 下次來就換六道 好用心 理事來沒有 那麼就可以用張三的菜單 不會重複的 重不重複 再有呢 回去了 她就會寫個卡片 感謝你們那天來 我附上那天的照片幾張留給你做紀念 所以每一個到我們家裡來吃過飯的客人 都願意再回來 同時她訓練我們的廚師 能夠六菜分三次上 我們八點鐘上桌 九點就可以結束 然後女士們去補妝喝咖啡 男士們抽雪茄 這個喝伯蘭蒂 聊到九點三刻都可以告辭了 很多人說 華盛頓沒有那麼早結束的宴會 但是我們這個宴會 請人人家一定來 為什麼 因為我們請的都是白宮啊 國務院啊 國防部啊 中情局的官 他們第二天早上六點多就要去上班 你讓她九點多回家 她還可以好好的睡一覺 所以 的確我對於我內人這個感謝 真正是由衷的感謝 扮演了一個非常称職的外交官 而且我內人呢跟我不一樣 我的臉皮很薄 我有時候想要約某一位大官吃飯 又怕碰釘子 她就沒有這個 她覺得有需要 她就打給那個大官的太太 我們要約你來 你有沒有空 有空就約來了 都是她幫我做的 所以她是一個很得力的助手 部長我聽說您是從事這個工作之後 您才第一次從一樓爬到五樓去 是七樓 看一家歌代教養的 台灣這個毒品的事情 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情 有身心障礙的人去表演 給他們的衝擊非常之大 我們收到很多這些受刑者的信 讓他們真正認清楚了自己的錯誤 部長其實你一路走來 我想必有很多的故事 你剛才也提到了 其實大半輩子你都在跟高官打交道 在跟外賓打交道 但是你在卸任之後 退休之後 生活有了非常大不同的轉變 你轉而關注小民的生活了 因為您擔任是個基金會的董事長 那走入尋常百姓的家中去看看 其實您也發現到 台灣的貧富差距很大 您有什麼樣子的衝擊沒有 在這段時間 我們的同仁去做一日置功的服務 絕不給錢 為什麼不能給錢 我要告訴你 台灣人真的是好心啊 只要聽到哪裡可憐 哪裡苦 立刻送錢去 但是你要知道 每一個家庭都有一個最兇的人 那個錢給他拿去 不是賭博 就是去欺毒或者是做不好的事情 沒有用完了回家打太太打小孩 你給了錢 不但不能幫他們的忙 反而讓他們受更多的罪 所以我們帶去的伴手禮 都是需要的 如果我們去看獨居老人 你猜我們戴什麼 紫尿褲 都是用得上的東西 都是用得上的 去看有小寶寶的 就送奶粉 部長我聽說您是從事這個工作之後 您才第一次從一樓爬到五樓去 是七樓 看一家 割帶教養的 外婆交代這個外孫 台灣這個毒品的事情 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情 所以我們基金會 跟台大電機系的葉秉成教授合作 葉秉成教授有一個軟體 叫Pogama 這個Pogama就是幫小朋友 做課外作業的 加入反讀防讀的知識 我們又跟基隆的從佑科技大學合作 他們有一批很優秀的青年朋友 會表演特技 一把椅子一把椅子落起來 可以爬到八層 然後一個手撐的站起來 我們讓他們到各地學校表演 傳揚反讀防讀的資訊 我們又和劉明先生主持的混帳基金會 混合障礙就是智障 智障去表演到監鎖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監鎖理官的都是毒品犯罪的 這個給他們的 這個有身心障礙的人去表演 給他們的這個衝擊非常之大 我們收到很多這些受刑者的信 說這個劉明先生的這個團 讓他們真正認清楚了自己的錯誤 比教會師還要好 好 今天時間非常短 不過非常謝謝部長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分享這麼多精彩的故事 也謝謝你呢 在台灣的公職領域服務了這麼久 那現在走入民間 帶給台灣社會更多的溫暖跟愛 謝謝 謝謝部長 謝謝 謝謝 謝謝台灣名人堂 我們下次再會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錢福 今天想送給各位的一句話 是人生不是為求民求利 而是如何做一個對家庭社會有貢獻的人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